以及不属于这个年纪的财富 2014年 17岁的东北小伙王静泽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变形集 节目因为王静泽真实火爆的表现而出圈 王静泽也因为一句真香走空广播 我王静泽就饿死了 死外面从来跳下 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 真香啊 2018年 节目片段再次翻红 真香梗火遍全网 王静泽摇身已变成为哲学家 随之而来的是颇天流量 以及不属于这个年纪的财富 你现在财务自由吗 那么多参加变形的人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走 想象过吗 如果你没有参加变形集 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真香就是三天到那儿不吃饭 然后前一秒怎么样 我饿死了 王子饿死了 死外面从跳下 不会吃你面 什么特别激动 然后过三天之后扛不住了 真香 那绝对是真实的事情 当时吃的是什么东西还记得了吗 土豆丝炒发 真香啊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开始火起来的 真正火就是18年之后 18年之后这个真香一直到现在 就是一直什么 大家还在用各方面的领域啊 汽车啊 维持什么这些什么 大家都在用 你找这个真香 那真香 到后面大家已经刻意把它拔过了很多 说你这是什么所谓的哲学家 真相比率吗 我觉得大家都是娱乐 就是说这个大词都是给你捧高帽的 他就越说他是说真香哲学家 你就大家自己真当哲学家了 大家就是都把这东西都是偏娱乐化了 现在财务自由吗 我目前的来看就是 我觉得不是真正财务自由 我觉得财务自由 对他种印象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财务有可能稍微高一些 我觉得小目标啊 我觉得小目标是 这些千万的这个 它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 导不到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什么东西我可以不工作 我现在不工作 我还没导到我想要的一个水平 我们真相这个版权 各大企业用我们这个版权 一年要付我们这个版权费的 其实这些东西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就可以实现 我的一个正常社会财富自由 就是一年能保百万左右 我受到了非法的监禁 你觉得我现在有精神病吗 我是会捆手捆脚捆到医院的 我希望网友们可以帮我捕打药铃的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应该最正常的生活 我今天住的是第二十二天了 家里能没有一两天 你家里能不能想叫 你家里能不能想 你有病啊 我 我闹了紧闹了医院 我应该对干吗 你等一下 我也不対不 sitzt 你 真的要到离婚这一步 钱一毛都别给你的男人 孩子也不要给你的男人 男人是不会管孩子的 他们也要大姿 只管吃和玩乐嫖赌 我们出门了 我们去 发现成了 我是个渣男 你也是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知道 不管说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其实 我永远都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 我是想跟别人的男的好好过 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吧 那不可能 就你想跟别人的好好过 我肯定不会同意 而我在这里 我每天听到的话就是 你要配合医生啊 配合医生啊 我一个好好的人 我为什么要配合医生呢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住 这是非法虐待 而且我自己并没有主动签 这个字 我要入院 我受到了非法的监禁 我现在是在被囚禁状态 你有手机 你为什么不报警 因为医生威胁我是这样说的 医生的原话说 我们这里是精神科室 你报了警 警察也不会相信你的 说我有精神病 但是我是有没有精神病的 你觉得我现在有精神病吗 我是被捆手捆脚捆到医院的 我希望网友们可以帮我拨打110的 帮我拨打110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应该去正常的生活 今天住的是第二十二天了 阿尔戒毒去了 他不戒毒 他心里有病 他心里疾病 他不戒毒 他不戒毒 阿尔今天直播了 他在医院吗 应该 我记得他在医院 有些人问我说 你咋不去看他 我为啥要去看他 我肯定不去看他 对不对 如果说他真的很有需要的话 我觉得出于 因为毕竟夫妻一场门 也有女儿 我还是会去看完一下 但是我 这绝对不是我 就是 必做的事情 我是想跟别人的男的好好过 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 好吧 那不可能 就你想跟别人的好好过 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可是那你出轨的时候 你背叛我的时候 我没有出轨过你 是你在婚礼出轨的我 我出轨了你 我出轨了你 是你公开的 你的男的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傻了 看到吗 能不离为了孩子尽量别离 真的到离婚这一步 钱一毛都别给你的男人 孩子也不要给你的男人 男人不会管孩子 他他们不管吃喝玩乐 嫖妒 我是个大男 你也是个烧鸡 所以千万不要 让表情很厉害 大家都不认为好东西 我知道 不管说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其实 我永远都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 那个男的吃肯德基都不给我女儿 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实际上有点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努力 就是做人气 不是为了让我女儿累肯德基 因为吃得起 我不希望大家好好的好吗 就你不是要跟别人男的就是好好过吗 我是想跟别人男的好好过 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吗 那不可能 就你想跟别人男的好好过 我肯定不会同意 可是那你出轨的时候 你背叛我的时候 我没有出轨过你 是你在婚礼出轨的我 我出轨了 你可以拿自己出去 是你公开的别的男的 我和小猪是7年12月19号你的婚 到我两下期见面 应该是20年的3月底 他见到我的时候 是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当时猪哥他是出于好心 他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一蹶不振了 四个月不直播了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两个只要是合体 就能有人气 就能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就没有任何别的爱情的东西 就是真的是就是出于亲情 所以真的是没有欺骗粉丝 我们两个只是合作CP的关系 那他看到这个移书 当天是我妈和小猪把我拦下来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能不能把婚复了 我说我们是朋友 你是自由的 你是单身 我说 你可以去玩 我不玩 所以就是我所说的 拿了副本针 但是我们并没有 他的手机 是要突然弹出来一条 宝贝 想你了 然后我当时 其实我真的快难受死了 我眼泪真的都在眼睛里打转 而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他那天 我就想被 别的女孩 送了很多草莓 我真的 我觉得我 这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 这件事情 我想 至于我谈谈朋友 我觉得 这个事情 完全是我个人的心动 首先 听我之前说的 我们两个并没有和好 只是不理疗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是在跟主哥 说出去之后的 十多天 交个两个 两个 今天是明镇的 今天是 2月2月1月 9月3月 那我每天不关心我了 性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俩互相都很黏 对方 你讲什么讲啊 你有病啊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傻了 知道吗 你能不离 为了孩子尽量别 真的到离婚这一步 钱一毛都别给你的男人 孩子也不要给你的男人 男人是不会管孩子 他只管吃喝玩乐嫖赌 我是个渣男 你也是个渣男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知道 不管说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其实 我永远都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 我在江南 在把缓 多无限 两只的词片 是明镇的吉尚 2020年 9月4日 快嫁给他了 因为我老公 其实优点是很多的那种 反正比小厨长多的 老我每天都关心我了 我袖子要 就是 沾到汤里 然后他就给我把袖子 就你卷的吧 就我老公给我卷的袖子 我现在没扯下来 然后 每天出播 他就问我渴不渴 然后他就陪着我 最主要我们俩性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俩互相都很黏对方 那他一开始是我追的你 我约你吃个饭 吃饭是怎么了 吃饭又不是说是我就要追你的 是我追的你吗 难道 吃饭就是我要追你的吗 但是说到这个 真的说到谁追谁还真没有 我也没有追 你也没有追 我什么时候 我首先 是你追的我 好怕 你追的我好吧 行行行 你说什么就什么好吗 行 好 你怎么讲都行 你敢着不敢着 你太有意思了 反正我已经都这样了 没关系了 我已经 我已经停过来了 不是我追你吧 我们俩是谁给谁发的信息 一开始 我都讲了 一开始发信息 跟这个没关系 那给人发个信息 就追别人吧 那我都不想你吃 对吧 第一天讲话 第二天我说 然后 然后我们俩确定关系 是谁主动的 是你主动的吧 我真想把你之前 给我讲的话讲出来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